各位弟兄姐妹 晚安 晚安 我们今天看到 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报告 确诊人数又破了300 好像越来越紧张了 但是我们圣经许多的教导 让我们可以在黑夜 仍然唱信心之歌 无论夜多么黑 我们都要再唱信心之歌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十八章十九十八节这样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第十九节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多么大的应许啊 我们在家里面 此时此刻全教会这样 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求神来捆绑 来禁止病毒 在进入我们的人民当中 进入市场 进入超市 我们禁止这一些 禁止病毒进入任何的地方 任何人的身上 同时我们也要来求神 释放天上的雨 我们要祷告 雨啊请来台湾 我们的水库都要干了 好多地方生活不方便 台中就是这样 停水 每个礼拜三是吗 就是要停水 礼拜二三是停水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祷告 求神让雨降在台湾 我们请牧师为大家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政府的宣导中 我们待在家里就是救台湾 其实待在家里还不够 我们应该待在家里 全家一起祷告 那么这个能力就更大了 因为不只是人的努力 更是我们恳求主在这里参与 在这里插手 在这里掌管 好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不只你参与 鼓励弟兄姐妹 你带领家人 若是你家中还有其他人 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大能 我们同心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神宝座面前 今天晚上我们看见 疫情的报告 数目是仍然在三百这个层面 主啊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心中令我们担忧的 但是我们也更加相信 虽然世界有风有雨 我们的船在世界这个大海中 有起有福 但是只要耶稣在我们的船上 主耶稣的爱在我们的心里 盼望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风雨 刚刚的经文还告诉我们 两三个人在地上奉你的名祷告 你就要垂听 我们相信这位慈爱的天父 在天上已经垂听 已经眷顾 已经工作 愿主继续引领我们 我们的心灵归向你 主耶稣我们心灵归向你 恳求主在天上你在这里查看 你在这里眷顾的时候 也让我们的人心完全转回 阿们 因为这样的环境真是触发我们来思考 我们是不是远离你了 主啊 借着这个环境再次呼召我们来到你面前 当我们愿意回转 我们深深相信你也要回转 向着我们 阿们 愿主按照你的应许成就你奇妙的大事 恳求主继续眷顾 我们再次为在前线奋战的医疗的各个医院的医疗人员来祷告 他们极大的压力 极大的沉重的工作的负荷 主啊 恳求主 加给管理者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调度 也加给这一些一线的医护人员天上来的能力 坚固他们的心 谢谢主 恩待正在病患中的每一位 让他们可以早日经历神的拯救 主更是恳求主 不管我们心灵现在情况如何 我们深深相信 主耶稣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阿们 我们专心仰望你 全心归向你 愿主继续引导 恩待教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经历合一 经历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能够表达对社会 对社群的爱 关心我们作为有需要的人 感谢主的恩典 今晚我们要再次来到神宝座面前 恳求主赐下一个美好的睡眠 让我们重新得力 让我们重新得力 再次经历主的眷顾 主的恩守 在这里引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 谢谢主的恩典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记得哦 全民配合 明天这个周末 我们都不出门 让病毒的活动力活性 减弱到零 让他离开台湾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这样祷告 是 愿主赐福给你 晚安 晚安